第八章 罗峰的审判 罗峰目光落在这21罪人身上 眼眸中都难掩一丝怒火 有罪 这21人都该死 被虚拟宇宙公司指定的 这21人的行为令人发指 早已超越虚拟宇宙公司等五大势力 共同制定的限制及底线 这还是被查出来的 未被查出来的行为恐怕更多 奥克菲 罗峰喊道 声音直接传播到那大宴会厅中 声音在大宴会厅中不断回荡着 那名贵符着的金色乱发的野蛮汉子 连抬头满是祈求看着罗峰 想说却说不出 罗峰却是眼眸中冷光一闪 这个时候求饶了 害怕了 让上百亿少女 惨死进行血魔仪式时 何尝在乎过那些少女们的祈求 建造所谓的血海石 何尝在乎过死去的无尽生命 我盼你 罗峰冷漠道 死刑 啊 奥克菲拼命挣扎 张开嘴想要喊 却勉强只是喊出啊 的声音根本说不出话来 哼 在餐桌旁微笑的那白眉羽艺老者 瞬间就冲到大宴会厅内 站在那贵符着的二十一人身后 只是凭空挥出一掌 不朽之力凝聚出的一掌 直接拍击在绝望的奥克菲身上 奥克菲整个人瞬间喷 一声化为肉泥 顿时大量零碎物品撒的一地 显然是体内世界崩溃后 遗留的大量物品 奥克菲 身死 虚拟宇宙公司早有命令 白眉羽艺老者 微笑看向周围那群愤怒的不朽神灵 上千届主们 一旦罗峰殿下宣判这二十一人谁死刑 则由我亲自执行 上百不朽神灵 上千届主们 听到虚拟宇宙公司这个名字 都是心一颤 虽然暗恨 却根本不敢说话 哼 别打扰罗峰审判 很镇定 坐在那的血魔王怒哼道 这二十一名罪人 全凭罗峰审判 谁该死 谁活 也只有罗峰可以做主 其他人都禁止干涉 是 上奸强者恭敬应道 罗峰 你继续吧 血魔王看了罗峰一眼 眼神隐隐有些冷 虽然说他不在乎另外十九人 可是如果罗峰能够让其他十九人活下 他自然更加高兴 可是没想到 这罗峰审判第一人就直接判了死刑 当然令他有些不高兴 下一个 罗峰目光落在另外一位借主身上 克思奇 那精瘦的满脸鬃毛男子 微微一颤 只是祈求看着罗峰 我盼你 罗峰冷声道 死刑 哼 那借主 克思奇露出绝望之色 而这时候 旁边的白眉羽衣老者 直接一巴掌 直接将克思奇 派成肉泥 顿时再度有大量物品散乱周围 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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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宣判 让一个个绝望的借主被拍死 大宴会厅内堆积的那些借主遗物 一次次堆积 甚至于还有些宇宙飞船堆积 完全堆成了一座小山 安静 压抑 气氛仿佛完全凝固 罗峰连续十九次的死刑审判 完全让宴会厅那上百名不朽神灵 上千名借主们都双眸喷火 就算是那血魔王 周围散发的煞气也更重了 不过他还是忍着 死的只是借主而已 这罗峰倒是够狠啊 你很没事 你处死那十九人都没事 伊索和阿布尔拉德 我量你也没那个胆子处死他们俩 血魔王沉默看着罗峰 不发一眼 贵夫在那的只剩下两人 两名不朽神灵 伊索和阿布尔拉德 伊索 罗峰目光落在不朽神灵伊索身上 眼眸中掠过一丝利芒 看到这两名不朽神灵的资料 罗峰有一种感觉 这二名不朽神灵 已经将自己当成真正的神灵 真正凌驾于无数人类之上的神灵力 他们屠戮人类 各种蹂躏以人类为乐 根本没有将人类当作一条活生生的命 他们高高在上 就仿佛将人类当作蚂蚁 仿佛是对待一族盘 我盼你 罗峰声音蕴含着坚定死刑 不 伊索猛地一抬头 眼眸中满是疯狂 轰 紧跟着这伊索 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冲向罗峰 同时也咆哮着 你没资格杀我 招死 那白眉羽翼老者面色一变 那伊索自然被封印锁链束缚住 没法动用不朽神力 可是不朽神灵单单身体力量 就足以虐杀戒主了 交集下 白眉羽翼老者 当即飞冲过去 欲要挡住 轰 一道血色大手掌 凭空诞生 直接拍击在伊索身上 轰 伊索整个人直接被拍得化为击粉 这一索可没达到不死之身地步 仅仅一击 所有灵魂印记便完全破碎 死得不能再死 魂飞魄散了 寂静 大雁会听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惊恐看向血魔王 就连罗峰都惊愕看向血魔王 刚才出手的正是强大的血魔王 放肆 血魔王周围煞气滚滚 怒喝道 胆敢冲撞虚拟宇宙公司下派人员 死不足惜 罗峰 你继续审判阿普尔拉德 我相信你 你一定会有非常公平的审判 公平二字 发音很重 阿普尔拉德 罗峰转头看向阿普尔拉德 罗峰殿下 阿普尔拉德也看着罗峰 整个宴会大厅 所有人都看向罗峰 血魔王周围环绕的煞气也更加重 气氛凝固到极点 我盼你 罗峰声音一如既往 死刑 啊 阿普尔拉德立即嚎叫起来 吃 这次早有准备的白眉羽翼老者 手持着一柄巨型弯刀 瞬间掠过阿普尔拉德 无数锋刃 瞬间就将阿普尔拉德切割成万份 肆虐的不朽神力 更是将阿普尔拉德粉末般的身体 再度绞杀崩溃 魂飞魄散 白眉羽翼老者 手持着巨型弯刀 微笑看了眼罗峰 可是在场其他没有一个人能笑出来 特别是那群上百名不朽神灵们 早就怒火攻心 那上千名戒主 也都是咬牙切齿 至于血魔王 虽然仅仅坐在那一栋梅栋 可是那狂暴的煞气 早就席卷整个宴会厅 哼 血魔王猛的一巴掌 拍击在餐桌上 餐桌包括餐桌上的珍贵美味佳肴 瞬间化为无数粉末 罗峰 血魔王冷漠看着罗峰 罗峰也感觉到 血魔王那冰冷面照下 那一双让人心悸的眼睛 你的判法真是很公平 很公平啊 血魔王冷笑一声 既然你的事情已经做完 那我就不留你了 血魔王 罗峰很正式地恭敬行礼 这次是虚拟宇宙公司 给我的一个测试 关系重大 还请血魔王见谅 哼 血魔王冷哼一声 顿时化为一道血色残影 瞬间就消失不见 显然已经离开了 这时候的血魔王 已经都不想多看罗峰一眼 假设这次罗峰背后 不是代表着虚拟宇宙公司 恐怕他会气得 直接杀死罗峰 罗峰殿下判法 的确是公正 白眉羽一老者笑道 第三任务已经完成 我的事情也就结束了 我等先走了 敌伦 我们走 罗峰却是直接说道 是 敌伦应道 搜 搜 罗峰 敌伦二人化作两道流光 瞬间冲出血魔宫 而后一飞冲天 瞬间就冲破大气层 乘坐陨墨星号飞船 直接宇宙穿梭 进入暗宇宙 迅速离开了 混蛋 混蛋 该死 该死啊 血魔王咆哮着 他愤怒 虽然最后 罗峰看似做了解释 可血魔王 依旧无法消除心中的怒火 他何等身份 投奔在那些宇宙尊者麾下 即可成为那些宇宙尊者麾下 低风亡不朽 这等身份 的确可以纵横诸多宇宙国了 这次自将身份热情迎接 又弄出那般盛宴招待 可却是那般结果 这罗峰 以为他是什么东西 给他脸 以热情待他竟然敢这般如我 血魔王拳头紧握 咔嚓咔嚓直响 云墨星号飞船 正在暗宇宙中不断飞行着 飞船的控制式中 你还笑得出来 狄伦忍不住的 那血魔王自将身份接待你 又弄出那么一桌盛宴 你竟然将那二十一人全部处死 这是赤 罗罗的打脸啊 巴巴塔尖叫声音 回荡在控制室内 还笑 狄伦看着罗峰 罗峰微笑坐在那 做都做了 后悔又有什么用 心如镜 看清一切换获 之前刚刚看到这第三任务 罗峰的确很无语 虚拟宇宙公司的确是逼他 虚拟宇宙公司的行为 显然是侮辱血魔王 逼得血魔王一肚子火 面对这种憋着火的血魔王 让罗峰去血魔星进行审判 这任务何等阴险 罗峰当时认真思考后 看清诸多问题后 便迅速做了一个决定 这二十一人都判死刑 之后 血魔王所谓的自降身份 所谓的奢侈宴席 都无法影响罗峰 做人该能屈能伸 可如果一直委屈求全 就成了懦夫 所以 真正不得不委屈求全 实则委屈求全 而该露出争容 就露出争容 罗峰很清楚这一点 腰弯多了 就真的成了尺背了 大丈夫能屈能伸 韩信也曾有胯下之辱 可假设韩信天天遭受胯下之辱 还会成英雄吗 假设面对罗峰死亡威胁 罗峰或许会暂时去 可这次 显然血魔王不敢对罗峰动手 而最高任务结束后 罗峰就会进入混沌城苦修 等再次出来 罗峰实力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时候 凭借兵甲等诸多手段 自然有信心应对危险 不就一个血魔王吗 如果连面对危险的勇气都没有 哪有资格成为强者 罗峰默默道 去 慎 什么时候该忍 什么时候该露出锋利的獠牙 这牵扯到一个度的问题 能够在这方面真正做好的 自然会有大成就 这是大致啊 就是未经过的 窗户 以后 我们进行空间的